重來好了 從最前面開始 對 最前面再講到這裡 那打開程式我們進到 這個 Glass Library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 這個New 來創建新的玻璃 那這裡是它的 它的ID編號 數字編號也方便你搜尋 當你創建之後呢 在Glass Library的最下面 這邊有很多它內建的 還有你以前建立過的 在最下面會找到你剛剛設立的 一個新的資料庫 那對它左鍵點兩下之後 就可以設定它的所有 光學、熱學、厚度的 還有名稱的性質 那 我們從最上面往下看 這個就是它的剛剛設計 剛剛選擇的ID 那再來這個是玻璃的厚度 那個我們現在就直接 你現在是第一片玻璃吧 對 然後你就開始有一些參數 我們 你現在要 我先從一般玻璃開始好了 好一般玻璃 好那你能不能大家都統一 好現在大家統一用這個參數 好 好那 這個 好那這個玻璃資料剛剛我們在 已經裝在大家的電腦裡面了 在那個Windows的資料夾裡面有一個玻璃 這個玻璃資料的資料夾 那我們今天要示範有三種玻璃 那一個是我們TCO的模組 然後再來是輕玻璃 還有反射膜 隔熱膜 對 那我們先打開輕玻璃看 它的數據 那我這邊 我的題目是4mm 你只要 改成4mm就可以了 其他都一樣 對我們回去再找4mm的數值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 學長姐還有我們 這是我們去年做的 我們去年入學的時候做的 各種光熱學的性質測試 數據 那我們等一下會用到的比較重要的是 包括可見光的穿透率反射率 日光的穿透率反射率 然後還有熱傳導器 就是我們主要會採用夏季的 然後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頁面這樣子 有些比較細項的數據也會從後面這邊去得到 那等一下 我們在填寫的時候再跟大家詳細講 那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半球輻射率 這個是關於紅外線的部分 室外側和室內側的半球輻射率 這個地方會用到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繼續玻璃性質 那我們這邊就是先 我們就先把厚度和它的玻璃名稱設定好 所以先暫時用6mm就對了 對我們先要 到時候我們真正要跑的時候再改成4mm這樣 對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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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就可以填扣沒關係 然後這個就是你的製造商 那我們也先不做設定 欸你們這直接寫喔 寫抬瓜喔 好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OK 然後接下來是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 比較麻煩的是這個 conductivity 它是 算是優質的另外一種顯示方式 但是你不能直接在這邊填優質 因為數值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 我們 稍等一下我們找到這個 這個是我們 以往學長姐留下來給我們的U值和K值的轉換表 那我們剛剛那個kanda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這兩個值差別在哪裡 它是有一個公式 算是 嗯 導數的公式去做轉換的 所以 我們 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去找一下那個公式在哪裡 這個是logan給我們的 對 那 就是說 透過一個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比較複雜一點 比較麻煩 那透過那個公式可以把U值轉換成K值這樣 它都是這傳導系數的意思嗎 對 都是 他們的名稱比較不一樣 但是它 呃 的概念一樣有點像是 呃 我們的同歸 公歸和美歸那種感覺 可是覺得它單位好像不太一樣 單位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瓦米平方K嘛 對 另外這個是瓦米K 對 那這個應該有插到一個長度或厚度 那這個可以直接這樣換算嗎 因為 是不是它這個要考慮到厚度還是什麼 欸 因為我們在用那個 Window的時候啊 它其實是有點像 2D的 不是整個一片 它是從側面去看的 所以 所以 這邊我在想是因為這樣 所以才不用到米平方 因為我們就是 單純就是看它的厚度這樣子 所以才不用到 所以這兩個的關係 沒有切入到厚度 它就是一個係數而已 對 它就是你一個可以做轉換的係數 那當然它的單位會不一樣沒錯 但是 所以這個轉換的過程不需要輸入厚度 轉換厚程不用 就是 你得到 如果你有它玻璃的U值之後 你就可以改換出它的貝值 那公式你知道嗎 公式知道 可是這邊現在沒有 我們要回去找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辦 只能看對照表 對 我們會給大家這個對照表 那我們會回去找一下說它的那個 我們晚點會去找一下說它的公式詳細是怎麼樣 這個會不會這個就是公式 你選一下 會不會算出來 不是 這個是已經 已經我們得到大量的數據之後 去弄出來的標準 OK 算是 這個是說 這樣好不好 就是疫情這一部分 可能也是要讓大家清楚 因為我們不希望大家只知道 可以查表 因為我覺得大家還是要了解 這兩個字的差異 好 那用的是說 是學長以前學長姐留下來 那我們再去了解一下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就基本上 就先用這個數值去對照這樣 嗯 那 剛剛那個 輕玻璃的 我們先看輕玻璃的總熱狀係數 下季的U值5.625 那我們就可以去對照說 它的 黑值大約等於多少 大概在0.5到0.6之間 這樣接近0.5這邊 嗯 那這個我們回去會再做詳細的計算 那我們就先移民給我 這邊就先移民給我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 這一部分可能大家要非常注意 因為這個算錯 因為我那天請多分算這個正攻波率 他會給我算錯 算錯是5點多 所以 就不太可能 因為正攻波率一定是0點多 那 一般來講 正式的 學術上 工程上 很少人用K值 大家知道 因為我們在規範裡面 大家都用U值 大家要記得 像我們在 是不是那個 E-Quest好像用U值 E-Quest E-Quest 用U值 對 U值也是用U值 所以U值是世界上統一的 但是我們這個軟體 我在想 因為這個 這應該美國開發出來哪一國 有可能 他們就 就用K值 所以記得 這個叫K值 但是我們一般工程上 幾乎都是用U值 然後呢 就差在哪裡 就是 U值呢 就是 你喜歡K值 K就是那個 那個 溫度 溫度 然後 這個是U值 然後 K值呢 他們都知道熱傳導系統 滑米K 滑米K 詳細可能 要你們 就是 自我要求一下 就是 去了解一下 這產在哪裡 這兩個都叫熱傳導系統 然後 中間呢 就有一個工事的關係 那我個人 我個人覺得 應該是厚度 但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直接可以換 以我以前了解 好像還要 你們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樣講有點太 先暫時輸入這個數字 但是去了解一下 他中間的關係 好不好 那我們就接著輸入 日光的性質 那這裡就可以看到 從這裡 日光穿透率和日光反射率 就是反射率 可以正反面 那 在穿透率的部分 我這邊說明一下 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 因為可能你們都在輸入 但是也要知道這個眼裡 一般來講 我們日光就是 全光 全光圖 就從300奈米到2500奈米 這個就是 整個太陽的所有的光的波長 就300奈米到2500奈米 就是全光一的 叫日光 有太陽光 太陽光裡面有分幾種 一種叫做可見光 一種叫不可見光 可見光就是 它就是在380到780之間 你看這個是380到2500 所以380到780是在中間 所以太陽的光譜 是上來紫外光 然後下來紅外光 長波長的是紅外光 這個你有這個光譜圖嗎 可謂講起來會比較清楚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是要讓大家吃 不然它只是會算而已 比較可惜 就光譜 太陽光譜 好 這個有網路 有 對對對 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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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這個 放大一點 這把放好 好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太陽的一個 我們叫光譜圖 我們學太陽能 這個上課我們也會講到 那你們最好是 要充分了解 否則的話 可能 這個就不太好 因為我們是 這個團隊 太陽呢 是這樣 它是從這個 這是短波長 這是長波長 那波長叫奈米 就是奈米 當然是奈米 然後一般來講 我們可見光 就是剛剛講 它是有一個區塊 可見光什麼叫可見光 就是你 紅塵黃粒藍電子 你看得到的 紅色的光 藍色光 然後不可見光 就前面短波長 是紫外光 紫外線你看不到 但是會傷到皮膚 那紅外光呢 780以後 這個是長波長 紅外光你也看不到 但是紅外光 有什麼特色呢 它就是輻射熱的來源 就是 太陽呢 會讓你皮膚有灼熱感 其實就是紅外光 所以你們知道 有一種藝術叫 眼紅外線有沒有 或是說眼紅外線的烤箱 因為 紅外線就是熱的來源 所以從這裡開始 就是夏天為什麼會很熱 就是紅外線 那剛剛講 剛剛講 我們有講到可見光跟日光 日光就是前波長 這邊到2500 就整個波長裡面的 東西我們叫日光 這叫太陽光 也叫日光 然後日光裡面 又分可見光 所以剛剛一起講的 那幾個裡面 有可見光的部分 也有日光的部分 那各位大家知道 好 你再回到剛剛那個點 好 那你注意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可見 可以紅橫黃衣藍電子 這可見光 所以這12是可見光 那可見光呢 就是也有它的反射力 還有它的穿透力 就是這塊玻璃 這塊玻璃 這塊玻璃呢 就是假設這塊玻璃 就是在可見光的部分 它穿透的多少 然後它反射的多少 這是可見光的部分 那接下來有日光 日光就是前波長 你可以看到 多到2000 那我簡單問 問先生 漢翔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分 要分可見光跟日光 我問你一下 日光穿透力跟可見光穿透力 有什麼不一樣 日光穿透力 不然問講師好了 你既然是講師 可見光穿透力跟日光穿透力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可見光 為什麼要分成兩個 是因為室內對 我覺得 我記得應該是因為 室內對光的需求 就是說可見光的穿透力 會影響到你室內的亮度 但是日光 它是整個總體範圍 比較沒有針對說 你人的眼睛可以看到的需求 因為這可見光 其實就是人的眼睛可以接受的波長 那你的可見光穿透力對於說 你室內的採光 這些是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會分成兩個去做 那日光的話 它包括老師剛剛講的 紅外光對熱的影響較大 這個是另外做另外的考量 所以會分成兩個 好 那這個結論很好 這個講解很好 那我問懷仙好了 如果你是一個建築師 我希望設計一個明亮 但是又隔熱的房子 明亮喔 就不會黑黑的 然後又很隔熱隔熱很好的 那你希望的是 這兩個來講 哪一個要低哪一個要高 對很棒 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個文景你大概要知道 建築師都希望一個明亮的 但是希望一個隔熱 但是常常會事以厭為 因為一般來講 粉泥土就是最不亮 最隔熱 你這邊蓋的粉泥土 就是很涼快 但是看不到外面 可是你要明亮 大部分都會不隔熱 但是就有一個技術出來 叫做隔熱 就是隔熱 就是我們講的隔熱技術 隔熱技術 隔熱技術就是 這個降的比較少 但是這個大無足的下降 那你們知道關鍵在哪裡嗎 它就在降低紅外線的部分 懂意思嗎 它讓可見光 剛剛那個光譜你再拿一下 這個叫做隔熱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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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它在做隔熱的隔熱 它有一個 有一個重要的設計概念 就是 我們希望 對 這樣就好 就是說 我們希望 就以這個光譜來講 這個就是一個能量 因為這是積分 這個線下面就是一種太陽的能量 那你要把這個壓低 然後我又希望它不要太暗 所以我們在壓低的波 怎麼會這樣 從隔熱開始 你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你們懂嗎 一個好的一個玻璃設計 我這邊不要讓它下來 可是我在這裡就突然間讓它下來 這個就是很優良 那一般大部分做不到 我們就用黑玻璃 黑玻璃的技術就是 就一起下來 然後就裡面就會變很暗 一般黑玻璃就是這樣搞的 肉依玻璃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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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間抖了下來 就是把紅外線都一部分 大部分下降 然後保留可見光 好 這個就是 我要跟大家講 這是幾點嘗試 好我們就繼續 好 那 各位可以回到剛剛這邊 這個Windows的需要的數值 這邊看一下說 我們等一下會需要哪些數值 因為都是英文 所以就幫大家解釋一下 Solar就是日光的意思 Visible是可見光的意思 那這個Trans 就是說穿透的意思 那它有分成正面和反面 那穿透率的部分 我們在用我們的儀器去測試的時候 它的正反是一樣的 所以正反到時候會輸入一樣的性質 包括日光 可見光也是 它的穿透率的正反都是一樣的 這個是可見光 這個是日光的意思 對沒錯 然後這裡這個Front 這個Front就是正面 從玻璃的外側 室外側 室外側往裡面 Back就是從室內側往外面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反射 它的反射率 也有分室外側和室內側 那反射率的部分 在我們的實驗裡面 它的數值是不一樣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從我們的資料裡面去 得到說 它這個分別是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需要日光穿透率 然後日光反射率的正反面 可見光穿透率 可見光穿透率 反射率的正反面 那另外我們還需要兩個數值 是這個IR就是紅外線的意思 那稍等一下 這個我等一下就會找給各位看 那我們先把這上面的數字找到 然後第一個是可見光的穿透率 這裡是88.95% 所以我們就在穿透率這邊 打成0.8895% 那穿透率的部分 正反面是一樣的 所以都打成0.8895% 那再來是可見光的 誒 日光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各位講說 第一個應該是日光 所以應該是0.8053 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是它的日光的反射率 那因為我們要區分室外側室內側 我們要點到後面 這個在哪邊可以看到 這個在我們給的資料裡面 下面的這個分頁都有 誒 這些紙是什麼出來的 這個是我們用那個 我們的儀器是UHC50 儀器量到的 對 我們把玻璃放進去 誒 可是 可是我們 這個Data好像很難拿到 Data 我們就是要做一次 整個RUN一次 機器RUN一次 就可以得到 那我們現在機器因為有問題 所以 但是我們有很多遺忘留下來的資料 但是如果說是真空玻璃的部分 那就要等機器去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得到 看到日光反射率在室外側這裡有標 然後室外側的部分是7.36% 那我們在這邊輸入 0.0736% 0.0736% 好 那室內側部分 我們一樣也是滑到這下面 看到7.89% 這邊就是輸入0.0789% 好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 你日光反射率 那個室內室外側 是怎麼看的 我怎麼看不來 這裡 在他的後面的 噢 一個室外側的室外側 OK 那我們可以看報告內容 他其實 在總體報告內容裡面 他給的日光反射率 只有 從室外側往裡面看 因為通常不會需要用到室內側 所以這個紙這裡表也有 這個是室外側的 對 這是室外側 在總表裡面就是給你比較常用的數值 通常不會需要室內 但是 因為windows需要輸入室內 好 這個你先停在這裡 好 我順便跟各位講解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很基本的 這塊應該是反射玻璃 對 你們覺得反射玻璃是很像一個鏡子 感覺是不是 那隔熱有兩個技巧 就是說 假設是一個玻璃 假設是一個玻璃 你太陽光進來 還有一個叫吸熱型的 就把熱停留在玻璃上面 還有一個叫反射型的 就把熱反射回去 反正不要讓他進來有兩個手段 一個把它停在玻璃上面 一個把它丟出去 這個好像敵人來嘛 你把他殲滅在 你把他 將他把他困在裡面 或是把他打出去 那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環保 吸熱型 對不對 因為反射型他現在被禁用 因為台北 你去看那個台北科技大學 他旁邊有一個 一棟前反射玻璃的大樓 現在 現在反射玻璃在台灣已經被禁用 你們知道禁用的原因是什麼嗎 第一個 就是 灰機在下降的時候 會有 這個 他們會有反射光 會突然間 有一段時間就灰機下降會造很危險 還有在建國南北路開車的人 會被 玻璃會被陽光反射到 因為這好像一個禁止 所以有那個揮航安全的問題 有開車安全的問題 還有一個最重要 他會造成熱倒效應 因為他把這個 全部給這個城市 所以每棟大樓裡面都很涼快很舒服 整個城市熱紅紅 所以後來在不知道哪一年 我們台灣就禁用 這個 全反射玻璃放在大樓 因為只有自己爽 別人很不爽 但是你可以用在哪裡 就是我們 我們這裡面有用到 我們可以用在那個 太陽能的後面 因為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一個利多 因為你想想看 這個可以反射光 這個可以產生電 當你坐在它後面的時候 是不是 緩回去 又不傷害城市 又可以增加發電量 所以別人要丟掉的東西 變成是我們的寶貝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研究的 主要的一個目的 好,開始 那我們就 剛剛說完日光的部分 我們就繼續輸入可見光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可見光穿透率 88-95% 那我們就在這兩個 這兩個數值都輸入0.8895 那 一樣的步驟 我們要回去找到 可見光的反射率 反射率 好,那 往後再往把你們的數值 資料不往後翻 也可以找到這個可見光反射率的室外側 這個 是8.54% 所以這裡就輸入0.0854 那 室內側的部分 是9.10% 所以這邊就輸入0.0910 這樣 那再來就是這個 反外線的部分 這個的話 則是可以在 我們的 一樣 下面有一個 半球輻射率 這裡面可以找到 有分室外和室內側 那 那 你點進去就可以看到這個 數值在這邊 這個 這個 好,那我們一樣就是 從室外開始 把半球輻射率的室外 輸在這裡 可以 建議各位就直接複製那個數值 就好 那小數點很多 那我們 既然他都給 我們就 求精確 就把它 直接複製過 這個是半球輻射率的室外側 再來這裡呢 有半球輻射率的室內側 那你點進來的話 可能會看到一堆 數值 就是他總計的數值 那你往下滑一點才會看到這裡 有一個總表 這些總計的數值 一樣 複製 貼到這裡 室內側 上面那個0是要填什麼 這個就不用填 這個好像是 這個因為他原本 預設是0 好像是有特殊用途的 可是他不是 紅外線的穿透力嗎 這個 因為 這個我們昨天有去做 有去跟Logan討論過一下 就是以往我們在做這個 不是 我說你那個 剛剛不是有一個總表 剛剛不是有一個 不是 不是 剛剛你不是有一個那個 你的那個實驗總表 好 稍等一下 對啊 那這裡不是有一個 沒有紅外線的穿透力嗎 對沒有 因為 我記得紅外線的穿透力 應該是跟這個U值比較有關係 這裡比較特別 它是有提供紫外線的 那 但是我們的那個 在算光熱血性質的時候 紫外線比較不需要 因為這是對人體的傷害 真的可以填0嗎 對 一直 它原本的 預設的 其實我們有做過蠻多測試的 就是說 寫平就好了 對 它預設的值 有時候你 如果沒有得到那個數值的話 那你去改它 它其實影響不大 就可能有很微小的差別 但是 可是 它為什麼要放那一格 在那裡 這個我們也不信 可是這個 這算出來結果 這樣很可怕 你如果亂填 這個我們回去會再測試看 說如果放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它放這個 一定有它問題 這個網路應該找得到 對 應該 找得到它原因 不然我們這樣都算錯了 我看一下這裡面有沒有 黃外線的數值 對 因為我們的儀器測出來的都是關於紫外線 所以黃外線沒有穿多 它這裡 其實 大家點進來可以看到說 它有 預設很多不同的值 但只有這個值 它預設是給你 那 其實如果剛剛大家是照著這個去改的話 可以 注意到說 它原本給的預設值 其實跟我們現在輸入的青玻璃 是很像的 也就是它原本給的 其實 可能是他們的青玻璃的數值 所以這個是 應該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是 所以等一下我們 特殊玻璃 這邊所有的材料我們都用0就好了 對 都不要管它就好了 對對對 沒錯 然後 當你所有數值都輸完之後 你可以選擇它的顏色 這個 你可以設計這樣 新玻璃我們就用灰色就好 就可以保存 按Save之後呢 你就可以回到你的 好 那我們先暫停在這裡 請大家先把它保存起來 好 你們都有跟上嗎 剛剛不然等一下它會跟不上 你們都有保存 你有用嗎 OK 好了 大家青玻璃保存起來了 都保存了 青玻璃都保存 好 那現在我們 因為我們就加快時間好了 好 直接 我們先做一個 那如果XIR模也是照這樣之路 對 還是XIR模的會跟玻璃不一樣 沒有都一樣 但是它的厚度很薄 可是它那些資料怎麼拿 一樣也是我沒有測過 下面的機器不能測的 可以薄的可以測 所以各個元件都是剛剛那個模式 沒有特別 空氣層也是 空氣層它裡面有內建空氣層 那XIR模那些就跟玻璃那個一樣 沒錯 好那我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說我們今天 你們其實這個就是好像很多道菜 你們去把它炒來炒去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的就是有 有輕玻璃、露營玻璃 然後還有反射玻璃 反射玻璃也是 我們也都有資料 你們是用內建來測出來的 還是去網路找的 都是去測出來的 有些是我們自己測 所以這個你們回去自己 自己討論就好 因為這個就不用交 所以它交一般玻璃以後 就等於交露營玻璃 也等於交反射玻璃 所以輸入不一樣 然後XIR模跟HM模 也跟玻璃一樣 只是後度不一樣 那些數字也都有 那我們實驗室也都有 所以那個就不用學 所以我們現在就學一個空氣層 空氣層不太一樣 空氣層是在你在組合玻璃的時候 可以選擇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示範一下 你看一下我剛剛那個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就是我給你們的作業 有沒有在這裡 我們這裡沒有 就是6mm加12mm的空氣 再加6mm的玻璃就好 你示範這個 就是剛剛你 我們就交這個就好了 其他你們就回去進行 這個是兩根青玻璃 這6mm的 然後這是12mm的Air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一個 水護者這一塊 水護者這一塊 剛剛你們水護者最後一片 我 是你喔 就是 是這個嗎 他是還有好像有加一個木 不過我們可以用這個 這個是要做一般護診 一般護診是誰 還是你 你有一般護診嗎 會有一般護診 所以我不知道是編號 有一個人有護得到這個 6mm 叫12mm 我們是4mm 反正沒關係 意思是這樣 你就要試用這個 我們就試用這個 好 那各位剛剛在這個 設計完之後 你儲存之後 你可以往下確認 你的名字 和你的數值有沒有對 這裡沒錯 我們有一個輕波瑜 6mm 那我們接下來上面這個 這一排小工具 就可以點到這個 就是跟老師畫的圖 這個圖很像 叫做Glazing System Library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 等一下 剛剛是怎麼跳這裡 好 上面這個有一個 本來是輕波瑜那裡 原本是這個 Glass Library 喔 就是單片的嘛 就跟老師剛剛講的一樣 從Glass 要變成Glazing 就剛剛我們是在這裡 是見過單片的 藍色是單一材料 沒錯 那這個是加工後的 對 這個就是加工後的 對 然後進來之後也是一樣 我們要上天型的 就是選一個New 那一樣這個ID 就不重要 你就是記得就好 那進來之後呢 它會 這裡可以 也是一樣設計你的名字 那老師做這個 我們就把它叫做 一般負存多例 可以寫中文嘛 對 一般的斑 要改一下 對 一般負存玻璃 那 我們 這裡 接下來這個 我們就由上往下 往下 那這個Layers 就是我們有總共幾層的設計 那因為這個空氣層算一層 所以我們就設定是三層 空氣層不算一層 空氣層算是一個 大家可以看到 你如果設計兩層 這個層是玻璃的數量 那 你設計兩層之後 這裡會有個Glass 1 這個有個Glass 2 然後會有一個Gap 1 就是它們的間隙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選擇它的厚度 一般設定就是Air 所以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這個Layers 代表幾片玻璃 對 代表幾片玻璃 那如果說像他們有一個是 假設這個是半成品 然後後面加一塊玻璃 那這個Air也可以選擇膜 也可以選擇膜 也可以選擇膜 如果是一片膜的話 膜算是一片玻璃 所以如果是膜就會三個Layers 對 那Gap就會都是0 所以如果膜就是 可是如果我 這個是半成品 假設4mm 然後這邊是一片膜 假設只有0.1mm 然後後面是一片玻璃 也是4mm 這樣就算是三個Layers 這樣要寫三個Layers 對 但是它的Gap 就是要設定成0mm 就是這裡面的這個Gap 就是這個Gap 就變成不是空氣層 是0mm 它會有一個Gap1和Gap2 都是0mm 那這裡怎麼會是Air 它Depore是Air 對 它的Depore就是Air 那這邊你可以選 有很多的作性氣體 那0是什麼哪一種 如果沒有東西 是誰哪一種 0的話其實就是直接在這個厚度 Thick這邊選0就好 OKOK 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0都要有膠合的意思 對 然後大家可以在這邊看到它的一個預覽圖 你幫我設計成12 對 這邊1、2 會是你的Layer 就是玻璃 或者是磨 的排序 那這邊投影比較不清楚 但是各位在螢幕上應該可以看到 這個1 上面就會是你的第一片 玻璃或磨 2就是第二片 那中間這裡有一個網線的部分 就是你的Gap的部分 如果剛剛我們玻璃設紅色 就會比較清楚 對 當然 對 這裡也會有不同的顏色顯示 對 沒錯 然後 再來是我們要選擇我們的Glass 1和Glass 2 那我們就對它的名字點兩下之後 你就可以去挑選你剛剛的玻璃 那我們都設計的都會在最下面 所以就是滑到最下面去找到 這邊就會改成你的數值 那你可以對一下說這些數值跟剛剛兩個一樣 那第二片也滑一下 好 那確認一下 這個跟我們剛剛要設計的一般負三玻璃 是一樣的 可以看一下它的圖 這裡的厚度是 這個比例啊 是 實際的比例 所以也可以看一下說 你做出來會不會 這空氣層突然變超小或超大 就代表你的數值有輸錯了 這邊都可以做得到這 那 這裡都輸完之後 我們就有個CALC Calculate 這邊就可以做我們接下來的數值的計算 那計算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很重要的包括U值 那這裡比較特別就是 這裡就不是K值了 它顯示出來的值會是U值 然後SC SHGC 然後還有關於這個是 這個 這個好像 這個好像是得熱數 這個我們不會用到 這個在我們做的實驗裡面都不會用到 剛剛那個 這裡有很多的分類 剛剛那個是 你先點我最開始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數值 Center of Glass Results 那再來點下一個 這個是溫度 溫度 Temperature Data 這個我們也比較用不到 因為剛剛U值就可以完整的去計算其他東西了 所以這個也用不到 再來是Optical Data 就是光學性質 那光學性質這邊就有 我們剛剛有輸入過可見光和日光嘛 那這邊就是組合之後的可見光和日光輸入性質 這個是可見光的 這個是穿透 然後TBIS 就是穿透率 就是0.79.74 那這個是R 就是reflection 就是反射率 那這個一個就是正面的 從室外側進來 這個是反面的 從室內側出去 從英文是怎麼看 英文這裡是 沒有說這個 這個室外跟室內 它是從哪裡看 這個會寫說RF 這是front的意思 對 然後這個後面有VIS 然後這個RB 對 對對對 對 然後 就是你也是這樣看下去 那這個也就是 Solar T SOL 就是一樣 穿透率 正面反射率 背面反射率 對 那我們需要的數值 基本上就是這些 這些就足夠做我們的實驗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問一下演藝的同學 你們知道這個 如果以這一片來講 哪一個會是正面 哪一個是反面 這反射玻璃 你們可以分辨得出來 哪一個是室外側 哪一個是 這是ROWE還是反射 這個是反射 怎麼看 這個應該是室外側 你怎麼看 他有 他那時候有教我們分辨說 你用指甲摳 會有變比較粗糙 就代表他是鍍膜 或是鍍在這裡 感覺好像都有金面效應 對 但這個比較明顯 有反射的感覺 就是你 鏡子比較清楚 那我問你們 反射會做在室外側還是室內側 一般的反射玻璃 會做在室外側還是室內側 一定是室外 你把它反回進 因為室內就沒意思 反回來自己來跟著 所以就是 就是一般來講 才會分配成室外側的反射 好 那你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間 好 那我想我們大概 以這個來講 你們回去就幾億反射 因為每個人都 剛剛一起有講 如果是X-ARM 就顯成三個Layer 然後中間的GAP就顯成0 對 就像這裡一樣 如果是空氣層的 像剛剛 如果有一個人 如果這裡有一個人 就是H-M模的話 我當然會有很多層 這個大概幾層 如果是H-M模 兩個空氣層 這樣的話就會有 你在Layer就會有三層 然後會有兩個GAP 應該Layer應該兩個吧 這個是 三個 這個算1 這個算2 這3 跟這個是一樣 所以說 最後我有幾個GAP 兩個 這裡 有一個A跟B的GAP 對 所以三個Layer 只要兩個 自動會產生兩個GAP 沒錯 然後我們這幾種 有沒有什麼例外的 我們大家算出來這幾種 有沒有例外的 例外 大家每個人 算出來這幾種 你有沒有我們每個人的檔案 哪 剛剛老師不知道有沒有存在 那這個 用打 我們已經退掉了 不知道你印象裡面 是不是都教到了 全部都可以用這個製作 我剛剛看了一下 甚至這個軟體裡面還有 還有這個空氣層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選擇有一個Vacuum 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做 整個玻璃的設計 好 那這樣好 我想大概其他的就是幾億反射 因為這個很Key的東西 然後你們就用PowerPoint檔 去主要就是列出這幾個結果 那一起你們稍等一下 就這個結果 還有剛剛那個 你說光鞋那個在哪裡 你把這個先調料 主要是這三個 U-SC-SH-GC 那再來是光學性質 是可見光的穿透反射 我知道 以上那個 剛剛你不是有一個測試表 你有一個握著檔 就是我們去 你把那個表列之後 我們就用那個做大家統一的結果 就是 不是 就是你剛剛有一個那個 對 我們大家就統一輸出這些就好了 因為這個是我們去 這個是我們去那個算是公民院 很多那個國家級的單位 測試的結果 如果你們把他算的結果 用這個列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你們就根據 這個檔案他們有嗎 有 我們會在統一 還是這個你們在使用點裡面就好了 有 這個都給他們 你們每個人輸出結果 就按照這個 往下拉 總共有幾項 下面還有一些比較 我們不會得到的結果 這個是UH4150測出來 所以我會再統一整一個說 我們總共需要的數值 代表給他們去做填寫 OK 好 所以就是你們output 然後就大概output 就是一起這邊會去篩選 大概有幾個 假設8格 那麼最後你們所做的結果 我們就要在這8格裡面去做比較 也就是說 中軸可能是8項 那橫軸就是你們有十幾種 十二種玻璃在比較 那這樣就一目了然 會通正成一個大標 對對對 會通正成一個大標 但是你們要確定你們的基礎要一樣 就每個人參數要一樣 就剛剛我們是建了很多 很多基本項目 我們現在鬥起來大概 我看大概有六種原材料在搭配 有一般玻璃Loyboy 你們記得你們在建構的時候 大家要一致 我的Loyboy要跟你的一樣 不能你的比我強 那這樣我們就沒辦法比較 一起你知道意思嗎 那我們就先這樣 那我們就先 大家就先把它存檔以後 我們就關心 我們今天這個焦點先到這裡